登加楼伊斯兰法庭在日前公开编刑两名女同性恋者引起争议 尽管反对声浪不断 可是登加楼州政府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 因为民众最终都会了解到法庭判处这项刑罚的目的 就是要给那些参与同性恋、双性恋 以及跨性别社群活动的人士一个教训 针对两名女同性恋者在日前遭到登加楼伊斯兰法庭公开编刑 登加楼州乌大臣阿玛桑朱里认为 民众给予的反弹只是短暂性的 他说我国是穆斯林占据多数的国家 而公开编刑这两名女同性恋者 目的是要向全版的人民发出强烈信号 希望国人都能够切记 在我国进行非自然性行为是禁止的 尤其是在登加楼州 尽管阿玛桑朱里相信民众到最后都会了解到 有关的刑罚是要教训那些参与同性恋、双性恋 以及跨性别社群活动的人士 不过除了民众以外 也有不少政坛人物也强烈反对 和不支持公开拼行这两名女同性恋者的做法 这包括了公正党后任主席达多斯利·阿诺 阿诺表示 登州当局毫不留情 在大庭广众下对这两名女同性恋者公开拼行 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事 他强调 在这起事件上 登州当局必须要严谨地处理 否则将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误解 这包括了那些不赞同实施拼行的人士 将可能被人指控为反伊斯兰教义 而如果一发不可收拾 则可能会在伊斯兰的社群里产生其他的摩擦 阿诺坦言 在这个课题上 他是不赞同使用编刑来对付有关的人士 因为这个做法等同是一种剥削 同时他认为 假设真的犯错 有关方面应该制定一个解说的制度 以便给予足够的讲解 并向社会进行宣导工作 不管怎样 一些人权团体也认为 公开编刑的做法是在给同性恋者的人权进行打压 促使同性恋 双性恋 以及跨性别社群在我国面临更加艰辛的处境 !". 嗯 感谢观看